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大家好 欢迎来我们今天的股市罗宾汉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费萍 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法案出身 最后呢 掌握市场法案冲动向的罗宾汉老师 来到我们现场 老师好 好 费萍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来我们看见台北股市表现如何 一个礼拜的开始啊 降落指数呢 增税最高在16683点 最低在16597点 收盘的时候呢 大涨了131点啊 缴总值是3397亿元 主要主要我们看到了OTC的部分 哇 今天也是表现相当的不错啊 今天最高来到216点了 离前高 219点 只差3点了 这一天我们到底接下来 我们再要怎么样的来布局 这个礼拜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布局 才能够成为股市当中的赢家呢 赶快请向我们的专家罗老师 好 我想一个礼拜的开始 我们看到今天啊 其实基本上整个台北股市 还是延续上个礼拜的一个涨势 甚至于是上上礼拜 这两个礼拜以来的一个气势 持续的往上创高 我们看到今天呢 其实就高点的部分来到16683 又是创了近一年以来的一个新高 是的 那创高端呢 就是对多方有利 对 那尤其我们看到 这个AI的 哇 这样的一个旋风 有些黄仁勋的这样一个旋风 是的 还是持续横扫这个盘面 那大家还记不记得 现在大家几乎了 没有人不谈AI 也没有人不了解AI了 对不对 可是记不记得当时啊 在这个二月的时候 当时二月这个ChartGP刚推出来嘛 那当时我就告诉各位了 我就这个AI啊 它必然会是盘面上 未来几年的一个大趋势 好 那当然对于这个部分 当然很多人可能认同 也有可能不认同 因为这个过程里面 也有很多人提到 这个AI如果过度的一个发展 会不会对人类 有产生某种程度的一个威胁 因为毕竟我说过 AI去去你讲穿了 它影响的层面非常的广 对 比如说整个国安啦 不单单只是一个商业的一个行为 尤其是包含像国安啦 包含像教育啦 包含像文化啦 它冲击啊 都会有一定程度的 它涵盖的范围非常的广 所以也必然会受到一些限制 但是限制归限制 对 我说过 它不会影响怎么样 它不会影响到未来的一个发展 就好比我们当时也举了一个比特币 对不对 我的虚拟货币 一出来的时候 我想没有一个国家 能够容许这种东西了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国家的货币的发行权 都在国家央行的手中 当然 你通常弄出一个虚拟货币 我不能够控制 有谁能够接受 没有人能够接受 所以大家都要去打压 可是你看打压了那么多年 从一开始的比特币 到后来还有以太币 对 还有什么币 什么币 有没有一大堆 还有币安币 还有狗狗币 狗狗币 你能够想到 我想少说也有一二十种 对不对 你从一开始打压 结果越打压 币种越多 对 所以代表趋势一旦形成 你人为的打压 是没有用的 对AI 我想从当时 大家对AI一知半解 对 到现在大家都朗朗上口 尤其各位也看到了 从一开始 你看整个AI的一个族群 最开始发动的是什么 最开始发动的是一些中小新骨 包含大家最熟悉的谁 6874的贝利 2453的林群 6751的智联幅 再加上后面后发先智的6148的 这个华红字 都是AI的一个代表 也都是我们帮各位掌握的什么 我们帮各位掌握的倍数股 对 那你看这些股票 当时因为筹码轻 所以他们先发动 对 那发动累积 你看这些股票都累积着相当的涨幅 甚至都超过倍数 尤其贝利还不止倍数 都是一倍两倍 都超过将近三倍了 是的 那现在慢慢的 开始移转到怎么样 台积电 什么创意啦 什么对不对 大型股开始接棒演出 包含什么伪创啦 其实你看 从小型股先发到大型股 其实讲出来的就有点像怎么样 三军未动 粮草先行的感觉 这个是一个大趋势 这未来就是一个大部队要开过去的 那结果怎么样 你大股票还没有动之前 小型股先蹦嘛 那蹦完以后换大股票 也开始碾压嘛 所以代表这整个趋势 它就是很明确 完全在我们当时的一个规划当中 所以我讲这个部分也不多说了 但是不管大型股也好 小型股也好 既然这个趋势确立了 而且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了 我们说下去是轮动吧 小型股先喷 喷完以后换大型股 好 那小型股先喷 这个大型股长完之后 那接下来呢 上个礼拜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上个礼拜或许大家会觉得说 哇 那大型股长成这个样子 那小型股都趴在那里 那会不会有一种怎么样 有一种所谓的拉大型股 要出小型股 那接着下来 是不是小型股都不能做了 那其实我当时在上个礼拜 我也很清楚地告诉各位 以我个人的看法 当然排名上各种讲法都有 我们都给予尊重 不过如果说 就我个别的那个看法来讲的话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良性的 我们刚刚说了嘛 小型股长完大型股 那大型股长完 那会不会再小型股吗 为什么 我们就说台积电就好 记不记得我上个礼拜 我怎么跟各位告诉各位 我说台积电 礼拜四发动 礼拜五再喷 两天喷了将近四十几块 四十五块左右 有没有 今天一开高又涨八块了 但是问题是 你看礼拜四台积电 又跳空了方式涨 礼拜五再来一个跳空 今天其实也是跳空了 今天再跳空 第三个跳空缺口 对 对不对 好 那如果一般所谓的缺口理论来讲 第三个缺口 除了就叫洁净缺口 对 那除了大家所熟知的洁净缺口 我也告诉各位 台积电除了 所谓的洁净缺口的一个疑虑以外 最重要的 它还有一个特性叫什么 逢缺口必补 逢缺口必补 更何况你还一口气拉了三个 对 我们不要讲三个你全补了 你至少后面两个 你一定会 第三个第二个 你补掉的一个几率就非常大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说过台积电 在连续跳空三个缺口之后 它短线必然怎么样 它短线必然要进入整理 你看今天台积电有没有一开高八块之后 其实它今天开高八块 即便还是挑空缺口 对 其实气势已经不像前面两天那么的强了 那你说上个礼拜 这个费班指数没有大涨 有啊 人家费班指数还是大涨 而且这整个台积电的ADI 人家也是标了12% 对 那台积电的ADI都标12% 为什么今天台积电涨不动了 讲穿了我就说 连续三天已经涨了一定的涨幅了 对 而且有三个缺口出现 你又有这个所谓的缝缺口必补的特性 追价买盘 它就会稍微停看听了 对啊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我不说台积电不会再涨了 OK 你短线上面 我说它要稍微整理一下喝杯水喘口气 那如果说台积电要喝杯水喘口气 那接了下来 那是不是怎么样 是不是其他大型股也慢慢的也会 因为当时大型股上来是被台积电带上来的 那现在如果台积电休息 他们在整个上工的火力 是不是也会稍微的也会慢慢的降下来了 那一旦大型股的火力降下来之后 那资金往哪里去 小型股了 往小型股 因为现在 我说指数还在创高 就代表怎么样 它多头的气阻性还是非常强 没错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重回到小型股 当然 整个盘面 它要维持一定的一个多头的气势 那请看 这是不是又是变成又是一个良性的轮动 小型股先涨 长大型股 大型股先来休息 又回到小型股 你看到今天 是不是大家上个礼拜 你所担心的小型股 可能会被出货 小型股是不是不能 你看今天 上个礼拜是指数涨 结果一大堆股票在跌 至少有一半以上的股票在跌 今天你有没有看到 有一半以上 甚至三分之二的股票在涨 对 对不对 而且你说今天的涨幅 还没有前面两天大了 对 所以代表怎么样 小型股已经慢慢在做结报 这我认为 这是一个非常良性的 只不过 当资金又重回到小型股之后 对 你要怎么做 没错 对不对 你要怎么做 因为我说过 它并不是一个百花齐方 类骨 你看在党大型股的时候 小型股休息 它也不是大小型股 前一起涨 那现在小型股回来以后 当然各个题材 各个 所谓的技术面 强入各个族群 因为筹码面的不尽相同 所以它也没有办法在同一个时间 百花齐方 类骨 它也是用一个轮动的方式 那既然是一个轮动的一个方式 你要怎么样去掌握 随着攻守进退的一个节奏 我想这才是最重要 我一直告诉各位 不要说人家现在在涨A 你偏偏要去买B跟C 对 那你说 就算你买到是一个对的一个股票 对不对 好 那短时间之内 你也很难看到效果 甚至你会被怎么样 你还是会被修理 你还是会被套牢 好 那当然现在整个盘面的一些重要的一个主轴 其实不外乎还是什么 不外乎还是军工 对 不外乎还是AI 不外乎还是什么 还是包含像这个探权的一个交易 对 它本身就在轮动 尤其这个礼拜 我说探权 它还有什么政策 这个政府要开这个所谓的探权的一个会议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是不是题材面 有机会又被重新点 那AI根本不用说 到现在大家都在讲AI 只不过过热的股票 包含像台积电 你短 短线上面你去盲目的一个追降 你就比较危险 很容易受伤 你看当时巴菲特在买打击垫的时候 你那时候去追的 拜托 你才刚解套而已 你还没真的赚到钱 你才刚解套而已 好久 所以做股票 即便是一档对的股票 我说节奏上面 很重要 尤其买点非常的重要 因为买点 因为现在是轮动 你攻守进退 对不对 你买了以后什么时候卖 卖了之后你资金怎么运作 它就是一气呵成的 它都是环环相扣的 但是如果说你在第一步 你的买点就错了 我说过买点错了会怎么样 你的卖点就受影响了 对 因为人家原本 低档买进的股票到高档 人家是要卖掉了 结果你买在高档 你现在怎么样 你根本进退失去 你变成短线套 你想卖 你卖你就要认赔出 对 那这样子 其实你的卖点不对 你卖点就受影响 卖点受影响 你下一档股票 你就被卡住了 对呀 所以你整套就乱掉 所以我一直告诉各位 现在盘面上就是轮动 但是轮动的过程里面 你如何去掌握节奏 我想这就至关重要了 好 就好比说上个礼拜 我是不是很清楚的 告诉各位 我们卖掉了两档股票 对不对 包含美食 包含冬结 那卖掉之后 还有会有亚航 那卖掉了亚航跟冬结之后 我说过这个资金 现在是一个多头架构 至少短中多是确立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不可能让我的资金闲置 所以我卖掉之后 我一定要布局新的标的 尤其现在时间到哪里了 现在时间已经到了五月底 对 那五月底接着下来 到这个礼拜的下半周 其实大后天就六月了 对啊 对不对 六月什么重头戏 你说五穷六绝 我知道了 就六绝嘛 六绝 那我说你要讲五穷的话 还say it may 这个go away的 那这个礼 到现在这个五月 已经涨超过一千点了 如果说以低点到高点 甚至涨到一千两百点 那如果说五月 都能够这样涨了 你认为六还会绝吗 不会哦 对不对 我想这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变数 重点 如果六不绝 如果六不绝 五不穷嘛 有可能六就不绝 不绝 那六不绝 那你想法人会怎么做 对不对 对 接着下来 业内他要做半年报的绩效冲刺 你想他会放过这个机会 当然不会了 好 那如果他不放过这个机会 哪些股票是接着下来 接着下来 他们会去锁定 他们要开始来做账的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锁定的一个标的 好 所以我们在卖掉了冬结 卖掉了亚航之后 我说这个礼拜 我们所锁定的一档股票 为各位名称我叫做下周最快 对不对 那为什么叫下周最快 就是告诉各位 这档股票在这个礼拜 他有机会怎么样 他有机会会涨得最快 那既然会涨得最快 也就是一发动 你看 现前我们帮各位掌握的 不管是贝利 不管是什么冬结 是不是一发动 就是开始跳 可是这些股票 你不能等它再去 已经开始喷你再去追 你的风险就比人家高了 对不对 你看你冬结 你去追在高点的 我们都已经获利了结出来了 你套在高点的 你看现在分盘交易 你变得动弹不得 所以我想节奏非常的重要 那至于 那这一档下周最快 如果说你还没有掌握到的 我们还是非常希望 投资朋友 能够多多利用我们的Lite 进来做一个索取 好 听众们 如果你还没有拥有 我们的下周最快 这档好股票 赶快加入老师的Lite 到底要怎么样加入呢 不要忘记了 在广告当中 赶快加入 就现在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恭喜我们的会员们 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 跟进我们的专家 龙斌老师进场 布局的好股票 上周在节目当中 有告诉大家 把美食 把我们的亚航 还把我们的冬结 都获利放口袋了 现在手上满满的现金 要怎么样 跟进老师的脚步 进场来布局 好的股票呢 哇 就是要跟着老师 一起来布局 下周最快 过到已经到本周了 所以呢 我们今天要改口 叫做本周最快 这档好股票 如果你还没有 跟进老师的脚步 你还没有拿到这档 本周最快的话 不要忘记了 赶快加入 老师的Lite 8 怎么样加入呢 把你的手机打开 Lite搜寻的部分 直接输入 小老鼠 RBH888 小老鼠 RBH888 光是这样还不够 你一定要让我们知道 你在哪里 对不对 因为好多人 都在我们的群里面 直接在对话框 记得给我们一个讯息 Say Hi 或者是写Hello 或者是给我们一个贴图 我们的工作人员 就知道您在哪边 可以赶快跟你联络 把本周最快 拿到您的手上了 欢迎我们赶快加入 小老鼠 RBH888 小老鼠 RBH888 对话框 记得要打招呼 或给我们的贴图 就可以把我们 本周最快带回去 赶快加入 就现在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 节目当中 我是你的节目 主持人 飞瓶 为您要请到 是我们的专家 请要说卢老师 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了 所以说听我们 你还没有拥有 我们下周最快 这档好股票 我们不要忘记了 赶快加入我们的 RBH888 然后呢 记得 记得一定呢 要把它带回家 因为这个礼拜呢 这档股票相当相当的重要了 接下来该怎么样 来布局呢 老师 我想各位都看到了 上个礼拜 当连续两天台积电 在大涨的时候 很多中小型股 就都趴在那边了 很多人担心 中小型股 是不是就不能动了 不会再涨不动了 又或者说就不能做了 我说 其实你不要那么悲观 它就是一个轮动 等台积电休息 你看今天台积电 不就休息了吗 我当时就告诉各位 它逢缺口必补 各国章 今天还拉了第三个缺口 当天就补掉了 对不对 那资金必然会回流到 中小型股 那既然回流到 中小型股 这又是我们的一个机会 而且我说过了 不仅是我们的机会 它也是业内法人 它要去冲刺半年报的机会 所以他们绝对不会放过 这样的一个机会 只不过 这些中小型股 它是呈现轮动 既然是轮动 我说节奏的掌握 那就至关重要 你不要人家在涨A 你偏偏要去布局C跟B 那这样子你就看不到效果 对不对 所以节奏的掌握 就至关重要 除了节奏的掌握 至关重要以外 我说过会喷的股票 你一定要怎么样 你一定要在它喷之前 你就先卡位先布局 我说做标股 因为其实当行情 又陷入盘整的时候 标股又开始活蹦乱跳 可是做标股最难的是怎么样 你要在它还没有成为标股之前 你就要怎么样 你就要认出 它是有标股的潜力 对 你要在它还没有成为标股之前 你就先布好局 对呀 你看前面我们帮各位讲 这几档倍数股 不都是这样子吗 哪一档 我是看它涨了五成一倍 然后带你追在高档的 没有 我们都是在它还没有喷出之前 我们就先布好局 所以接下来要喷的股票 我们也是遵循的 这样的一个 随着操作的原因 怎么我说过 我的责任是什么 我的责任就是帮 怎么样 各位去掌握 每一只 怎么样 未来有机会成为高贵天鹅的这些丑小鸭 如果你看那么漂亮的一个高贵的一个天鹅 在它华丽变身之前 它们也都曾经是丑小鸭 对呀 所以你不是等到它变天鹅的时候再去抓它 你要在它还是丑小鸭的时候 你就先把它养大 你就能够赚得最多 好 那我们说过 我们这个礼拜 锁定的 就是怎么样 就是这一档 这个本周 下周最快 上个礼拜叫下周最快 这个礼拜 叫本周最快 那怎么样能够 跟上我们的一个操作 掌握这档本周最快 我想刚刚在进广告之前 对面也跟我提到 也跟大家提到了 你就是利用我们的一个Lite 官方账号的 这样的一个工具 为什么 你加入到我们这个Lite 我说过 除了说像现在你看 我们的本周最新 本周最快了 你可以掌握到以外 最重要 我说过 它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除了说它是一个服务性质 它又不收费 它是一个义务性帮忙的限制以外 你也不会有压力 你也不会有负担 对不对 除此之外 我说过对于 盘面上的一些所谓的讯息的一个解读 最新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策略 目前整个盘面上筹码强弱的一个变化 未来操作的方向 甚至于 我说过 连会员的一个标的 我们也都怎么样 我们也都会适度的做一个揭露 对不对 那你看 你拥有这些资讯 你自己说 对各位 你的操作有没有帮助 我说过 对你来讲 你唯一要承担的风险只有一个 就是我给你的资讯 你通通都不要 你认为这些资讯 通通都对你没帮助 这是你唯一要承担的风险 对不对 但是我说 重视我给你的资讯 你通通都不要 对 但是 对你没损失啊 对不对 可是一旦有 有帮助 对不对 你看前面 那些两倍数的股票 我不也都在这个频道里面 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吗 你只要掌握到其中的一档 能够涨五成一倍的 你不就赚到了吗 是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工具 你有什么理由 你要把它推出去了 对不对 更何况我说这个礼拜 你还可以把 你今天还可以把我们这个礼拜 锁定的这档 本周最快 把它给带回去 所以还没有 加入我们LINE 官方账号的朋友 赶快把你的纸跟笔 又或者赶快把你的手机给拿出来 好的 准备好之后来注意听了 好 你准备手机的 你赶快进入到LINE的页面 然后在LINE的一个最上方 有一个放大镜 有一个搜寻 然后键入什么 如果说你没有手机的 你拿纸跟笔一样 把它记下来 先打一个小老鼠 像A一样的那个讯 在at 对不对 小老鼠 后面RBH888 小老鼠 RBH888 这样就完成 但是加入之后 我说过 我们的好友人数 几万人 你不浮上水面 你不跟我say个hello 我不晓得你在哪里 想帮也帮不到你 所以你要say个hello 哪怕是贴图 贴图也都OK 然后你就可以顺利的 把这一档 本周最快给带回去 好来听我们想要拥有 我们这个本周最快 这一档好股票吗 还没有拿到的 我们不要忘记 一定要加入老师LINE 在对话框当中 记得给我们一个讯息 sayhello 或者是给我们一个图片 都可以 欢迎我们赶快加入 就是现在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大 呼吸我的会 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 跟请我们的专家 龙斌老师进场来 布局的好股票 一档接着一档 上周老师跟大家分享 把我们的亚航 把我们的美食 还有把我们的冬结 全部获利放口袋了 现在手上满满的现金 要跟着大家一起来布局 本周最快哦 因为已经到本周了 我们要改名叫 本周最快对不对 让您带回家 如果你这档股票 你还没有拿到手上的话 不要忘记 赶快加入老师LINE 来把您的手机打开 搜寻的部分 输入小老鼠RBH888 小老鼠RBH888 除此之外 不够哦 还要在我们的对话框当中 跟我们say hello 或者是给我们一个贴图 这样我们才知道 你在哪里 赶快跟你联络 把本周最快这档股票 让您带回去 问你能不能赶快加入老师LINE 小老鼠RBH888 小老鼠RBH888 不要忘记了 要拥有本周最快的话 要在对话框当中 跟我们say hello say hi 或者是给我们一个贴图 就可以了 小老鼠RBH888 小老鼠RBH888 赶快加入 就是现在 大来国际投顾108 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本公司于节目中 所推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小老鼠RBH888 帅